今天訊息是在末世靠主得盛 大家看到圖上有現在發生不同的事情 讓我們知道我們很近末世的時候 第一就是有戰爭和戰爭的風聲 很多時候這些地方是否想打仗 右邊就是經濟很大的影響 下面就是瘟疫 現在疫情幾年都未散 還有迫伯基督徒 網絡的戰爭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生化的武器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事情發生 讓我們知道末世可以隨時來 但基督徒是神掌管一切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觀念 希望我們大家都深信知道 是神掌管一切 事實上聖經說到末後的災難 大災難的時期 說到七印、七號、七雷、七碗 都是說到耶穌和天使開始的 所以這個世界末日的大災難 其實在神掌管之中 神掌管沒有理由對基督徒不好 而是在一個時候 我們堅心依靠神 單單依靠神 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神 在一個時候 人不能再依靠自己的銀行戶口 不能夠依靠其他 而當我們全心依靠神 神反而做更大的工作 所以我們明白這個觀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末世一個危險的時期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個大災難開始 這個大災難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面對前所未有的災難 但是神掌管的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是靠耶穌一定得勝 而靠耶穌神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雖然聖經說到 敵基督是叫人拜壽 和受壽印記才可以賣賣 但是因為神是掌管一切 神不會想基督徒在大災難 很快死掉 所以神一定有方法供應我們的需要 當我們親吟祂 依靠祂的時候 神就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還有聖經的觀念 是很清楚告訴我們 我們在大災難之後 耶穌降臨 在全世界眼前降臨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被提的 聖經從來沒有說到在災難前被提 這是一個人的觀念 是沒有聖經的根據 我自己在網上也有不同的影片 講過這件事 大家去找被提 或者是活日 大家可以找到的 如果大家找被提 大家會看到 在聖經裡面真是支持基督徒被提 是在耶穌回來降臨 在全世界眼前降臨的時候 這個世界也是可以在大戰爭的邊緣 隨時可能有大戰爭的 有經濟的問題 經濟資源的競爭 即是不同國家 其實很多時候的競爭 打仗 都是因為資源的問題 錢財 生意的問題 還有想擴張領土 還有擴張它的勢力 也都有恐怖的活動 也都有網絡的戰爭 是時時都發生著的 而核武生化武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這些都可以是 即是這個世界可以是一個大戰爭的邊緣 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開始一個戰爭 但是基督徒是不需要害怕的 因為神掌管一切 神的目的是想基督徒能夠得勝 想基督徒在困難的時期 依靠他作美好見證然後得勝 這個就是神的計劃 這個大災難不是一個基督徒失敗的時候 但是基督徒能夠在災難中得勝的時候 好了 這裡我在網上搜尋關於政變 政變和會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發覺近年有很多政變 很多會變為軍人的統治 和極權的統治 這令很多人生活很慘 很多戰爭殺了很多人 很多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和自由 這是一個世界末世的先兆 很多戰爭、擾亂、飢荒、人死 這裡我不詳細說這些政變 不過大家看到1970年到現在 是有37次的政變 這裏我是很快地掠過 讓大家看到這個世界是非常之動亂的時候 所以我們盼望世界有和平 其實這個世界是不會有和平的 只有在耶穌裏面才有的 雖然很多人會軟弱跌倒 但我們仍然保持與神親密的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主題講到 如何基督徒得勝 而得勝很重要就是 我們與神有親密的關係 雖然很多基督徒會跌倒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有人假冒為善是假的 不是真信徒 在所謂基督徒中間 或者在教會裏面 是有假的信徒 或者他們會彼此陷害、彼此恨悟 《馬太福音》24章講到 但在這個時候 我們仍然保持與神親密的關係 這是我們得力的來源 我們如何得力呢 一定是與神的關係 是美好的關係 也是的 《馬太》24章9節 在之前《馬太》24章開始 是講到什麼呢 就是耶穌說到 聖殿要被拆毀 沒有一塊石頭 在另一塊石頭上面 那門路就問他 這些事情什麼時候發生 以及世界末期怎樣發生 什麼時候發生 耶穌就回答他 首先是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當初必有饑荒地震 在《路加福音》21章也講到 有妖亂和瘟疫 這些是災難的起頭 然後耶穌在《馬太》24章9節 就開始講到基督徒受迫伯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這個時候 距離基督徒受迫伯多久 我們不知道 但這件事是可以隨時發生的 即是說現在這些先兆 戰爭、飢荒、瘟疫 這些事發生的時候 隨時可以進入下一個階段 就是基督徒受迫伯 我希望大家基督徒聽到 即是說 神是掌權 神一定祝福 凡是聽祂說的人 凡是親近祂、遵從祂的人 一定得福 我們就不懼怕 但即使人懼怕 都要面對這件事情 有很多人 他們面對迫伯的時候 他們的選擇是什麼呢 是跌倒 是離開神 這個選擇是非常不好的 因為他會失去救恩 也有些基督徒說 到時才算 我很害怕 但其實我們需要做好準備 我們跟神有親密關係的時候 神一定會保守 愛祂的基督徒 能夠得力 我現在看一看 聖經講到 在開始的戰爭、飢荒、瘟疫、擾亂 接著發生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馬太24章9節說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旅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名鼻萬民行戶 這裡很清楚說到 就是人將我們陷在患難 很多困苦患難 並且要殺害基督徒 有些人說 那殺害就是我們輸 其實不是的 基督徒雖然被殺 但是我們臨死的時候 我們在自由的時候 都時時作見證 直至臨死的時候 都依然是依靠耶穌 神一定會祝福我們 加力給我們 有些人說 那死要怎樣祝福呢 其實首先就是我們在災難的時候 被迫白的時候 我們有喜樂平安 在裡面 神的同在給我們 有喜樂平安 這個就是德性 德性不是說沒有災難 其實一個人能夠經歷患難 而能夠暫落得穩 是神所喜悅的 為主受苦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我們有心理準備 是會發生的 是會有迫白的 是會有殺害的 是會有殺害的 被萬民恒惡的 但是我們說 耶穌喜悅 耶穌一定保守 一定祝福 即使我為耶穌而死 我也不怕的 那時候我們就得勝了 可能在那個仇 真的被人捉住 捉住鞭打 或者是用各樣的方法 迫白我們 但是我們看到 比特被坐牢的時候 神猜派天使救他出來 神可以用這個方法 神可以用這個方法 叫我們受迫白的時候 可以離開場景 或者好像保羅 被人用石頭打 以為死了 他又起身走了 這個就是神可以用的方法 也真的有基督徒死了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們就算死了 是上天堂 明一得到大的獎賞 所以基督徒是需要在這個時候 和神有密切關係 以致不怕死 不怕迫白 而只是想著 神的旨意成就 神一定祝福的 第十節 那時候哪有許多人跌倒 跟著很多人跌倒 就是人們沒有準備好 很多人以為 不用經歷大災難 他們就沒有暫立得位 沒有預備好 他們就很多人跌倒了 並且甚至有些被子陷害 被子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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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們不是真基督徒 他們甚至會爭其他基督徒 會迫害他們 出賣他們 這證明他們根本是信仰 是有問題的 然後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 迷惑多人 即是有很多假先知 其實現在在網上有很多傳流的訊息 是沒有講聖經的 即是講一些道理 而那些道理 是很多時候在聖經裡面沒有的 我們要分辨 即是不要在網上看到的 一定是覺得是對的 一定要用聖經去分辨 有假先知 講一些假的訊息 我們就不要去聽 我們一定跟從聖經 第十二節 只因不法的事爭多 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 即是說 因為不法很多犯罪的事情發生 包括犯社會的法律 或者犯神的戒命 許多人因為不法的事爭多 例如見到基督徒犯法 或者基督徒犯罪得罪神 許多人的愛心就漸漸冷淡 那些人都跌倒 我都跌倒 其實這是很錯誤的觀念 他跌倒 他離開神是他的問題 當然我們希望幫他 但他跌倒不代表我跌倒 他跌倒不代表神不是真愛 他跌倒不代表神是失敗 只是說這個人跌倒 所以我們見到人跌倒的時候 我們首先為他祈禱和幫助他 而我們自己不受影響 就不要愛心漸漸冷淡 然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就是一直忍耐到底的 神一定救到底的 其實第十四指導說到 這個福音要傳遍普天下 向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 即是說原來在末後的日子 首先就是有這些迫伯 但在同時 基督徒依然傳福音 他們很勇敢地傳福音 以至福音傳遍普天下 我們首先和神關係好 很重要就是聖經 有很多人他們只會看一些直播 或者只是說一些末世發生的事 有很多人很喜歡看 這個新聞就是什麼什麼 這些看不是一個問題 不過很多人注目在這些事 這些事不會幫我們靈命 我們一定是從聖經得到幫助的 好了 我們首先就是有聖經做我們信用的根基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二塞書五十五章十一節裡說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 卻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法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這裡說到 神所出的話是不會徒然返回 一定會成就神所喜悅的事 神的話語會成就神的工作 所以基督徒生命想更新改變得力 是一定是有神的話語 在我們身上成就神的計劃 所以我們是應該熟讀聖經 思想聖經 背聖經 應用聖經 是非常重要的 歡喜聖經 即是喜歡聖經 去讀 去背仲 去應用 如果只是背仲 不應用是沒有用的 有些人查經查了很多卷書 但他又沒有應用的時候 是沒有用的 我們需要相信 接受 記得 和應用出來的 這樣的時候 神的壞樣我們身上就紮根了 在左下角有一個圖 就是我其中一本聖經 你看到我用很多方法去標示聖經 就是把一些重點的字 一些前因後果 或者一些簡單的解釋 寫在聖經 那時候 我就會記得 我上一次看過些什麼 之前看過些什麼 我就會一直這樣研究 我會寫不同的文件 記載我所研究的東西 讓我能夠熟習聖經 背到聖經 希望大家都能夠 在神的話語上紮根 有些人 他們經歷聖年充滿是非常好的 但他們經歷聖年充滿就覺得 經歷聖年充滿就夠了 不用聖經 其實不是的 兩天都要的 我們需要聖經和聖靈的充滿 聖靈的充滿是神的同在 我們兩天都需要 我們才有能力的 好了 下一樣就是 我們一定要跟主有親密的關係 只是有聖經 但是跟主沒有關係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結出果子 因為在約翰福音15章5節 很清楚講到 耶穌說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償在我裡面的 我也都償在他裡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了 因為來了我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 就好似枝子 雕在我面枯干人 十幾來 兵在火裡燒了 這裡講到 耶穌就是真葡萄樹 這是一個比喻 耶穌不是一棵樹 這是一個比喻 耶穌就是好像一棵樹 我們好像樹枝 樹枝一定要連到那棵樹 才可以有生命的 同樣我們要連到耶穌那裡 才能夠生命 耶穌就說 我是真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時時在我裡面 即是我們跟他有親密的關係 以至我們在他裡面 不只是在隔壁 是住在他裡面 我們的思想是時時 思想神的話語 時時喜悅神 由早到晚都一路感激神 歡喜神 讚美神 做神所吩咐的事 這就是跟神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有些人他們祈禱 靈修 看聖經 只是一天一次 只是某個時候會看聖經 其他時間又會忘記了 其實我們應該習慣 除了我們有靈修時間去思想神的話語 我們時時都在一個思想神話語的狀況 時時感激神 歡喜神 神真的好 神做很多奇妙的事 我全心感激神 愛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時時都有一個歡喜神的心 神是喜悅的 如果人償在耶穌裡面 他就會多結果子 為什麼呢 因為神的本性 他就是充滿生命的 神的生命就彰顯出來 他就會有封聖的生命 就在這個人的裡面 產生果子 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一定需要在神裡面 我們才能夠有果子 因為來了耶穌 我們不能做什麼 但是如果人不時時在耶穌裡面 就好像枝子一丟在外面 枯乾人 拾起來 轟在火裡燒烈 燒烈在哪個地方 就是地獄的 在地獄裡面是很慘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離開神 我們有神的話語 時時親近神 從早到晚都讚美天父 多謝天父 我們祈禱不要只是求 不要只是求健康 保守我不要染到疫情 保守我有錢 保守我家人 這個不是聖經裡面 主要的祈禱 聖經講的是什麼呢 常在耶穌裡面 即是時時跟耶穌有關係 愛慕神的人 神呢 愛祂的人 神就為祂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看見 人心未曾想到 所以我們祈禱很重要的是 在耶穌有親密的關係 愛祂 要看從祂以神為樂 歡喜神 以及以神的國為念 我們看到主導文裡面說到 如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人都尊崇你 愿你的國降臨 神的國度降臨 愿你的子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人都聽你的說話 所以我們看到 祈禱最主要是親近神 愛神 和願神的心意成就 這就是我們祈禱最主要的 所做的 讓神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這裡說到我們敬拜 如何敬拜呢 就是用心靈誠神去敬拜 整個心靈 我們的心靈包括靈與魂 下面有寫著 魂 魂包括什麼呢 有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整個思想完全認同 聖經是最好的 神是最好的 行神的路是最好的 這個是思想上 我們在親近神 經常說行神的路是最好的 有些人他們親近神 一來神都不幫我 神都不知道在哪裡 他根本的思想就不認同 神是最好的 他不覺得神是最好的 他思想需要被神去改變 知道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中 聽神的話是最好的 我們其實看到那些真正愛主的人 你看到他的生命是 有喜樂、有平安、有能力 能夠祝福人的 你看到他 神也都保守他的生命 但是那些人 時時煩惱的人 他們就有很多問題 情緒又不好 身體又不好 其實情緒不好的人 很多時候身體不好 就是他的思想 不是根據神的方式 只是用人的方式 有意志 就是決意完全聽神話 行世神的路不怕死 不怕任何的迫迫 我就是信靠神 有感情 整個心都喜悅神了 神啊你真是好了 耶穌為我釘死真是好大的恩典 神創造我真是好 神創造萬物真是好 神為我預備天堂真是好 神為我預備天堂真是好 在我心中聖靈一路感動我 帶領我 我有犯罪 聖靈感動我悔改 沒有丟下我 我多謝天父 就歡喜神了 神這麼好 我就歡喜神 這個就是魂 就是思想意志感情 好喜悅神 願意走神的路 靈就是凡在我裏面的都清重祂聖靈 整個人的裏面 全人去清重神 神在上面的經文 約翰4章23節那裏說到 父要者的人拜祂 要者的原文是 翻譯做英文是seek 尋找 神原來找一些人 是這樣用心靈誠實敬拜的 神是找一些人 神是歡喜這樣的人 是以心靈誠實敬拜 神就喜悅你 神就祝福你 你的生命就無福 好了 另一點就是 以耶和為樂 在詩篇37篇第4節那裏說到 以耶和為樂 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 賜給你 即是說 當我們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 賜給我們 在以賽書58章14節那裏說 以耶和為樂 耶和為樂 要使你成駕在地的高處 叫你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你成駕在地的高處 你能夠祝福地 並不受世上的人的影響 怎樣以耶和為樂呢 就是在這個圖上看到 第一就是 耶穌救我真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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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神的工作 第二個圖說到 神以祂的公義和祂的恩典 遮蓋著我 祂各樣的恩典遮蓋我 我就感謝神 神啊你時事陪伴我 叫我充滿神的喜樂平安力量 並且叫我們能夠 好像那個人一樣 提升我生命 下面就講到神的供應了 神又給我們有喜樂 各樣的恩賜又有賞賜 我們其實可以想很多事情 神所有做的事我們都可以歡喜 我自己見到什麼 見到周圍的事我都會感謝神 都是從神而來的 周圍你見到的那些木材 木是神所造的植物而來的 金屬也是神所造的金屬來的 這個世界一切都是神所造的 神在我們心裏做工 是神的工作 我多謝天父 耶穌你真好了 就是以神為樂 以上一點就講到 跟神有親密關係 能夠在末世得盛 第二點就是 雖然很多人灰心 我們仍然在神裡面滿有盼望 因為很多人注目在世界的事上 他們經常看著人的不好 社會的不好 自己的煩惱 自己不開心 他經常注目在自己 所以都沒有什麼力量 所以我們基督徒學習什麼呢 與基督徒同釘實節架 放下不要緊 放下這些煩惱反而有力 經常想著 人們對我不好 其實聖經講得很清楚 有耶華幫助我 我必不句話 人能把我怎麼樣 人不能夠傷害我 不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祂可以傷害我外面 但祂不可以傷害我裡面 因為神會保守我 祝福我 我們不需要負面的說話 負面的行動影響 我們不需要被社會的問題影響 因為我們有神保護 我們可以在任何環境都能夠得力 或者環境不好 神是會供應的 當然我們本身需要負責任 有些人是這樣的 祂說信耶穌 但祂又不去做工 祂又不照顧好自己 祂又不跟人建立好的關係 祂上班的時候發怒怒 發怒怒 結果別人來解僱祂 這樣的時候 祂沒有盡了祂的責任 就是信耶穌不只是祈禱 我們是會處理我整個生命 處理我裡面任何的罪 任何負面的事 讓我時時活在神的同在之中 雖然別人灰心 我不灰心 我也可以關心祂 幫助祂 首先我們認識的一點 就是歷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節 那裡講到 神掌握一切 所以任何人的事 都不能傷害我們 我們愛神 神就祝福我們 耶穌說 這個經文講到 尊大能力、榮耀、強盛 威嚴都是你的 所有的能力 一切榮耀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 都是你的 天上地下所有天上的賣物 和地上的國家都是你的 有些人說 那些國家不聽話 那些國家不聽話 是他們的問題 他們犯罪得罪神 但是不代表他們有權 聖過基督徒 可能他們外面聖過 但是我們裡面 仍然可以為主作美好見證 這一點就是我們需要學習 就算有迫伯 我都不怕 我都依然勇敢地 求神帶領我 如何為耶穌作見證 天上地下都是你的 國度也是你的 所有的國度 天國和世上的國度 都是屬於神的 我們不需要怕任何的國家 並且你為至高 神是至高 萬有之手 所有萬有都在你之下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 即是 所有的豐富 神可以次人豐富尊榮 讓人能夠行神的路 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可以供應我們 以至我們能夠去幫助人 我感謝主的神 祝福我們 能夠有復興宣教事公 能夠幫助非洲 和我曾經宣教去過十五個國家 也都現在幫助非洲的國家 幫助他們有直播 去訓練他們 去侍奉神 訓練那些教務和領袖 這些都是神給我們豐富 我們去使用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如果你有心願去幫助這些 非洲的牧師 非洲的教會 你可以和我聯絡 我在這個當中 是沒有受任何的薪金 我們全部的奉獻 都是用在尊教 和訓練在非洲 或者其他國家的領袖 好了 豐富尊榮都是屬於你的 我們聽神的話 神就會祝福我們 你自你萬物 所有萬物 神都自你 但是因為很多人聽話 所以這個世界有很多問題 但是他們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 神有一切的能力 使人尊大強性都出於你 這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叫我們能夠尊大 能夠有大能力和強性都出於你 所以如果我們想我們的生命 是能夠偉大和有強的能力 有愛心 能夠祝福人 我們是需要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神 所賜給我們的尊大強性 神幫助我們 既然神有這麼有能力 我就不用怕了 好了 這裡有一個對比 就是當人注目在這個世界的時候 有什麼後果 還有注目在神那裡 當人注目在世界的時候 他就會疏遠神 我們都需要處理很多東西 我們都需要處理世上的東西 但是我們處理的時候 都是依靠神 還有一路親近神 有些人就會注目在世界 他就疏遠神 他就會從神不能得到力量 所以注目在神 就會跟神有親密的關係 注目在世界 只是希望世界太平 我們都希望世界太平可以存福 但是聖經說了這個世界是會有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是必然有更多的災難的 所以這個世界不會是完全太平的 而基督徒是怎樣呢 我們注目在耶穌身上的時候 我們就委身進入神的計劃 神在這個世界有什麼計劃呢 就不只是注目在這個世界有沒有太平 還有很多人只是盼望經濟繁榮 只是祈求的就是 那些生意好 社會繁榮 但是這件事聖經說了 是會離開的 是會失去的 那現在是否會離開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這個世界是會有這些問題 我們就不怕 我們靠著耶穌 在一切經濟困難 神可以供應我們的需要 而基督徒愛主 就會注目在全福音 以及建立人的靈命 不怕為主受苦 那些人注目在世界 他說世界明天會更好 這句說話其實不是對的 有一首歌 這不是基督徒的歌 《明天會更好》 那時候我在基督教學裡面 他們唱這首歌 有個同學說 《明天會更好》 事實上這個世界有很多人 不是更好 所以我們不是盼望這個世界 會越來越好 我們希望它好 但它一定會進入 末後災難的時期 事實上我們看回這麼多年 我們發現人的罪更多 世界的專制政權更多 更多人民是受苦的 更多人是沒有自由 信耶穌傳福音 這就是這個世界發生的事 這個世界並不是更加好 還有很多人想什麼 心想事成 我能夠得到一些東西 但當祂期望這個時候 祂會失落 但當我們注目在神 我們去榮耀神 全陽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的時候 不怕為主受苦的時候 就持續見到神的恩典 就算受迫發 我們都會喜樂 在各樣的苦難 在雅各書說到 在各樣的苦難中都能夠喜樂 就是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神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發現分別 就是當人注目在世界 或者在神那裡 而這個世界有一個歷程 這個紅色線代表歷程 由創世開始 一直到主耶穌降生 到耶穌回來 而現在是很近耶穌回來 有多近我們不知道 而很重要的是 就是深信 歷代至上二十九章 那裡說到 這個世界都在神的手中 萬國在神的手中 所以這條線 就代表神的計劃 神的計劃在歷代 要成就祂的工作 而神的計劃是什麼呢 在歷代 都是叫人榮神益人 即是說 基督徒能夠榮耀神 能夠祝福其他人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而凡是聽神話的人 必定被神珍惜祝福和使用 即是說 走在神的計劃的人 神就會歡喜 神就會祝福 但有很多人 他不是看這個 他看這個世界 他不是看神在這個世界的計劃 他只是看到 我有什麼計劃 我要想成就什麼 但當我們注目在神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 神有禽獄計劃 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神一定武手祝福我們 人家灰心也好 我們不需要害怕 詩篇教一篇第五節 講到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害 或是白日非的戰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間滅人的毒病 雖有千人扑倒在你旁邊 萬人扑倒在你右邊 者災卻不得臨近你 這裡講到 雖然有很多的災難 就算有瘟疫 我們都不用怕 不會跌倒 就算其他人跌倒 我們都不跌倒 有些人說 都有基督徒染了這個疫情 這裡的意思 可以第一 神真是保守有些人 他不會染了這個疫情 但另一方面 就算染了 我們都不怕 我們都得勝 我們靠耶穌有力量 我們不是一定要 要樣樣順利 我們才得勝 德勝可以在疾病之中 都得勝 我們不需要害怕 這個經文 我們不會詳細讀 但異議書第三章十四節 那裡講到 尼布加尼莎 就要那些所有的人民 拜他做的像 而當時 有三個朋友 他這三個朋友 不肯拜 然後 那個王就說 我丟你到這個火堯裡面 你的神可以救你嗎 他們就回答他 他說神能夠救我出來 又跟著第十八節 即或不然 即神會救我們 不過如果不救得好 我也不會拜你的神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基督徒就說 就算我染了疫情 就算我有病 就算我會死 我也不會離開神 因為神很肯定是真神 有很多證據證明他是真神 所以我走上神的路一定祝福 我就不需要受任何環境的影響 我靠著耶穌 就算所有人灰心 我也不灰心 這需要我們自己鞏固自己的信心 神一定祝福 神一定施恩 所以我們每日親近神 我們得力 我們親近神 不只是看了聖經 其一套就算 而是在過程中 得力 多謝天父 耶穌你真好 就有平安喜樂 臨到我們身上 多謝耶穌 阿里祐祐祐祝 感謝耶穌 每一次感謝神 歡喜神 歡喜神的作為 叫我們充滿喜樂 充滿力量 還有動力 還有充滿信心 我們越愛神 我們越多神的經歷神 越多有能力 就越能夠給神使用 這樣的時候 我們真的說 人灰心都好 我也不灰心 什么环境我都不灰心 即或不然就算什么困难发生 我都不会怕世界上的困难的 我不会怕任何东西 我是会靠耶稣得性的 第三 虽然有很多人停止传福音 或者建立别人的灵命 我们仍然坚持这样做 这个是在末世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就算有些基督徒 已经不再传福 因为他们觉得失败 他们不再传 但我们总是去传 就算那些人拒绝 我们都继续去传 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 在马太28章18节里说到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自给我了 这里说到耶稣有天上地下的权柄 所有的权柄 有些人说有权柄 有些人不信耶稣 他们拒绝 但是神是有这个祝福的权柄 神有这个能力 有一切的权柄 所以我们走神的路 神一定会祝福 我们去传言福音 神一定会祝福 神也会能够保守我们的生命 神掌管一切的事情 以至这些事情 在我们生命中 一定是带来祝福的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不只是信徒 是做耶稣的门徒 他的学生 即是跟从他的人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饭 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目了 当我们传入福音 神就和我们一起 耶稣就一直和我们一起 直到世界的目了 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 有这个胆量 有这个信心 耶稣已经有这个权柄 他一定会和我们一起的 这里说到不单于传福音 就是凡耶稣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就是说不是单于传福音 也是教导人去遵守 不是只是教了他们算 教导之后 是帮助他们真的走出来了 真的去遵守神的吩咐 去爱神爱人传良福音 建立灵命 就是我们帮人这样做 也训练他们同样这样做 就是做耶稣所吩咐的一切的事 马虎福音16章17节那里讲到 那里开始也讲到 传福音的 在15节那里就讲到 你回往普天下 传福音屈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必定罪 又信的人必有神迹除着他们 就是奉我名赶鬼 说身方言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么动物 必不受害 守岸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第20节那里说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除着证实所存的道 这里讲到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 神有能力 传给我们的 在马太那里就讲到天上地下的权并 这里就讲到神迹其事 其实在四福音里面讲到大事命 都有讲到能力权并神的同在 马太福音就讲到权并 天上地下权并已经传给耶稣 然后耶稣会和我们一起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马可这里就讲到神迹其事 路加就讲到父所应许的圣灵 会来到我们身上 这个就是圣灵 然后约翰那里 耶稣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他说你们受圣灵 父怎样插烟我 我也怎样插烟你 也讲到圣灵的同在 而圣经讲到圣灵的同在 一方面会感动我们得力 似给我们喜乐平安 似给我们智慧 似给我们带领 也都另一方面 圣经讲到各样超自然的恩赐 在哥伦德前书第十二章讲到 有医病的恩赐 先知 番方言 雪方言 也都有辨别诸灵 各样的超自然的恩赐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 所以我们越亲近神 就越有这个能力 这一点我们非常重要 就是深信 神即从神而来 当我们亲近神 全心爱慕神 每天都亲近神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向人传呼 或者帮助基督徒的时候 为他们按手祈祷 这个经文讲到 手按病人 病人就比好了 圣经有多处讲到按手的 我们可以放心为人按手祈祷 除非这个人本身有邪灵 他就需要清理邪灵 如果他不是有邪灵 或者有些人活在罪中 他就不要为人按手祈祷 他不是活在罪中 不是活在这些很负面的思想情绪里面 他是一个依靠神 亲近神的人 他可以放心为人按手祈祷 神会使用祝福人的 手按病人 病人就比好了 也会经历圣灵 在摄罗中有讲到按手 那些人就被圣灵充满了 也有拳并去趕鬼 神会用神迹 随着证实所存的道 所以耶稣基督徒的呼音 和全世界的教导有不同 就是他有带着能力拳并 是胜过世上所有的义教 义教有时他们都会有邪灵的能力 不过那些邪灵是会令到人更加有问题的 但当人有耶稣的时候 他可以将异教的人的邪灵拣出来 他们以为他们很厉害 但当他遇到基督徒 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们会发觉 基督徒身上有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 所以希望大家都深信 我们靠着耶稣有这些能力 可以在全福音时 一方面有神的话 一方面有神的同在 去传人福音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 开始也讲到 神给我们各人的恩赐 信心、医病的恩赐 行义能、作先知、便别诸灵 也有讲到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 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超自然的恩赐 基督徒也要学习 需要学习的 辅导人和为人 按手祷告来 经历圣灵用力 传福音或者建立灵命 就是我们需要学习、训练、辅导 辅导和教导有什么分别呢? 教导就是告诉别人 如果一个人已经很相信耶稣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 可以教导 但是很多人未准备好 或者他们有很多生命的问题 我们需要辅导 辅导是引导 为什么要引导呢? 譬如他很烦恼 我们可以用这些不同的问题去引导 你觉得烦恼令到你的人觉得怎么样? 你的心灵是否辛苦? 你有没有觉得烦恼有没有影响你整个人? 你开不开心? 你想不想脱离这些问题? 首先让他知道这些问题 你想不想脱离 那你有没有试过什么方法呢? 那些方法不能走通呢? 譬如有些人说 我试过不过不行 那你有没有尝试问他 你想不想 他说不行 我们就说 我经历过很真实的帮助 你想不想了解一下呢? 他说我愿意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他 耶稣怎样帮助我们 在任何困难都得力的 那我们就去帮助教导 他怎样用心灵成神去亲近神 也教他怎样在祈祷 开开心心 多谢天父 天父在爱我 天父在同在一起 这就是引导人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在一个状况 你问他 你觉得你现在的状况 你开不开心呢? 你有没有觉得烦恼呢? 你想不想脱离呢? 你用过什么方法呢? 你想不想试试其他方法呢? 当你注目到这些烦恼 是否越来越烦恼 那有什么方法 可以不注目到这些烦恼 而真的有神的力量帮你呢? 你有没有想过神是否真呢? 就是用问题来询问他 让他去思想 既然有我神 你会否想认识他 想得到神的祝福呢? 这些是需要训练的 我自己持续有这个事奉 操练课程 有训练和操练 大家上网YouTube 可以找叶牧师 找到我很多这些课程 也可以参加我们有的训练 你可以联络我的 在我榜上的影片 都全部有我的电话 大家可以跟我联络 即是说我们需要受训练 在末后的日子 兴起征兵 我的目的是兴起征兵 我所有的训练都不收费 目的也是我自己没有授身的 目的只是想训练更多人 在末后的日子暂得稳 并且能够熟习各样的方法 去传人福音 去为人辅导 去为人祷告 如何更新人的灵命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如何辅导人 为人按手祈祷 来经历圣灵 因为他经历圣灵 之后 我们为他祈祷 我们可以问他 在祈祷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经历 他说 觉得很平安兴散 我们就告诉他 耶稣来到你身上 这么平安兴散 耶稣可以祝福你 可以帮你 你想要信耶稣 你想要更加爱耶稣 这些就是我们 为他按手祈祷之后 可以询问 这些都是我有训练的 以及建立他的灵命 好了 最后一个大点 就是虽然很多人怕受逼迫 会以受逼迫为荣 这是第四点 就是说到 在路加二十一章十节 说到 民要攻打民 地要大大震动 多著必有饥荒瘟疫 有可怕的异象大神迹 从天上显然 这里说到 跟亚太福音有些不同的地方 有说到瘟疫 还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然 这个在启示录有说到 即是说到 迪地狗的作为 可能就是 迪地狗魔鬼邪灵 他在天上显出一些假的神迹 假的异象 又在十二节 但者一切的事已先 人要下手拿着你们 这里说到 即是说 在末世最恐怖的灾难之前 这些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然 敌基督出现之前 人要下手拿着你们 即是说 在末后大灾难的时期 之先 基督徒已经会受迫伯 在这些最可怕的异象之前 人已经会受迫伯 基督徒会受迫伯 他人要下手拿着你们 迫伯你们 把你们交给会堂 并且收在监里 又为我的名 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 就说会被人捉了 有十四节 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 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 博不倒的 这里说到我们会受迫伯 但耶稣说 你不要想着说什么 你立定心意 不要预先想着说什么 而是因为我会赐你口才智慧 会赐给你口才智慧 叫你说的话 是敌人所敌不住 博不倒的 这个就说到我们受迫伯的时候 神会跟我们一起带领我们 如果神会跟我们一起 他也会带领我们 未到时候 他会保守我们的平安 和供应我们 我们都可能会被捉 但不要紧 被捉其实是有福的 受迫伯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就说 我们不惧怕 我们不怕 因为神喜悦 神会祝福我的 所以任何困难我都不怕 在整个世界历程 未到迫伯的时候 我们都靠着耶稣站立得稳 到迫伯的时候 我们都不惧怕 路加十二章十二节 我们都说到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 不当说的话 就是圣灵会指教我们 在大壮灵的时候 圣灵会指教我们 如何在受审的时候说话 也会带领我们 如何得到保护和供应 圣灵会带领我们 如何 因为如果基督徒很快被杀 或者买不到食物 因为不拜仇 就买不到食物 如果买不到食物 其实一个人 不会超过一个月左右 他不喝水的时候 根本几天就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保护和供应 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 学习聆听圣灵 很多人说很难 其实我们个人都听到圣灵的声音 第一个声音就是 圣灵提醒我们 悔改知罪的心 和改过的心 下面有三项 那里写着 圣灵会带领我们悔改离罪 就是凡是基督徒 真基督徒都会犯罪的时候 觉得不舒服 这是圣灵的声音 圣灵就会提醒我们 圣灵就不开心了 因为当我们犯罪 圣灵不开心 就令到我们的心里不开心 圣灵会提醒我们 第二呢 就是带领我们去回应圣经 比如我们看圣经 听道 圣灵会提醒我们 在这篇里 圣灵都会提醒我们 如何回应圣灵 回应神的话语 第三 带领我们遵从和侍奉神 比如可能圣灵带领我们 去向他人传欢 去关心他 向他认错 去帮助他 圣灵会带领我们 我们留意这些声音 这样的时候 神再给我们更多的声音 神我们是会更加留意到的 有些人就很反对 他说 难道你有圣经六十六卷书 之外其他的提示吗 其实圣灵的声音 并不是以外的提示 那是提醒我们 如何去悔改 遵从神 全阳福音 如何走神的路 是每一步的带领 耶稣都说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们会听到神的带领 未必有耳朵听到 可能是心灵里面 神给我们感动 这个我们需要学习 来预备在末后的日子受灾难 神在末后的日子 很想兴起精兵 很想兴起更多人 所以我们在灾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受迫伯 是神一定欢喜的 神一定喜悦我们受迫伯 神一定赏赐的 我再重复一下 我们今次讲过的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就是 虽然很多人愿入地道 我们仍然保持 跟神亲密的关系 这个就是 未到末世 我们已经预备好的 就是 时时都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叫我们从神得力 这是第一点 是我们用圣经 和亲近神 第二 就是虽然很多人灰心 我们仍然在神里满入派目 我们永远都相信 神长辈一切 我们不需要受人影响 我们总是想着 如何祝福人 我们见到人灰心 我们不灰心 我们去鼓励他 我们去帮助他 第三 就算有些人停止传福音 或者建立灵命 我们仍然坚持这样去做 就是坚持去遵从神的话语 第四 就是受迫伯 很多人很害怕 但是我们不害怕 我们以受迫伯为榮 神会喜悦的 这几点都是神需要更新提醒我们的 我们需要被提醒 基督徒才能够站立 很多人常常注目在 这个战争是不是末世 现在这个是不是敌基督 他注目在这些 就不注目在圣经教我们做的 今天我所讲 四点都是神所教导我们 第一 常常在神里面 常常有神的话语 第二 不灰心 人家灰心也好 我们不灰心 第三 我们传福音 和建立灵命 第四 不怕受苦 以受迫伯为榮 求主帮助我们 在末后的日子 深信神起悦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神起悦 今生会祝福 今生会给我们喜乐平安 我们就算受迫伯 也有喜乐平安 也有力量 我希望大家听到迫伯 不会想着害怕 而想着我能够为主受苦 永远有很大的赏赐 神会有很大的赏赐 所以我就不怕 就算死我也不怕 神会祝福保守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愿意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靠主 站立得稳 不要见到这个世界的事 就怕了 就注目在世界 这个世界没有繁荣稳定 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 这些都会过去 但是在神里面 我们能够有永远的福气 这是最重要的 求神保守我们 不具怕 而是靠神站立得稳 满有力量 时时祝福人 如果你需要学习的 你网上找叶牧师 你看到很多主题 例如如何辅导人 如何为人祈祷 如何传福音 如何建立灵命 很多方面 处理情绪 处理罪 处理人的影响 很多方面我都有教导的 也有英文的 很多影片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祈祷 求主赐给我们力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神啊 你很想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你兴起更多精兵 是靠主得性的 在末后的日子 靠主得性的 求主赐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需要你的力量 需要你的能力 和我们一起 需要你赐给我们的信心 有坚定的信心 什么都不惧怕 什么都不怕 靠着耶稣 不受人的影响 不受环境的影响 我们靠着耶稣 是得性有余的 并且祝福人 我们时时想想 我们如何祝福人 神一定喜悦 圣经里面说到 将一杯粮水 给一个小字 都不能不得赏赐 何况我们建立人的灵命 救人的灵魂 神更加欢喜 求主加力量给我们 赐给我们信心力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成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权命荣耀 存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满有力量 在这末后的日子 和耶稣有亲密的关系 人家灰心 我们都不灰心 并且鼓励安慰那些灰心的人 并且勇敢地传呼声 和建立灵命 和就算有逼迫 我们都不惧怕 并且以逼迫为荣 主保守我们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耶稣跟你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